废铁变身艺术品 台中太平社区工厂林立 社区发展协会结合在地特色 利用废铁、废弃轮胎等材料 打造60年前竹林生态造景 并将原先遭人丢垃圾的机灵地 美化变成了休息空间 悠扬的音乐声在草地上飘扬 前方废弃轮胎制作的天鹅栩栩如生 这里是太平社区 我们这个地方主持叫做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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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这些日本时代时就有了 这中间我们这里的英风球一家 但是它有的结果发现很冒险 冒险到我们是一个绿色隧道 这冒险是我们地形中最大的肥味流淋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做一个社区总体营造 再来结合到我们台平社区 为它最大的主研 就是我们在铁工厂做一些艺术作品 叫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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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鱼飞鸟 太平社區日治時期是交通要道 兩旁滿是竹林 俗稱蒂康仔 後來陸續發展成加工廠 再加上道路徵收 原先竹林只剩下一塊三角基林地 雜草從深海總被丟垃圾 於是社區發展協會號召居民 在市府與學校的指導下 復刻出當年竹林茂盛生態豐富的樣貌 像理事長也很用心 因為要把這個地方帶動起來 有些藝術家有一個展示的機會 我想說我做得很有意義 所以我就來參加理事長 我們理事長要號召說要來這裡 到旁邊我們都會出來 臨居附近或是有藝術的人 都會出來這裡到很興奮 這個地是我的 我這個路角這個地是沒有什麼用途 所以我這個地是我這個地沒有什麼用途 理事長在說 來做這個古早這個礦礦的歷史 來創作在這裡電影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愛著這片土地社區居民們一同打造 創造出這片結合過去與現在的美麗風景